我们要看到国际听奥会 9月将在台北登场 那么中天新闻掌握这届的听奥主题曲 听得见梦想 那么已经确定由台湾天后阿美首度来作曲主唱 那么这次呢 为了增加国际听奥的这个能见度 邀请的就是Michael Jordan的老搭档 前NBA篮球明星皮蓬 Scottie Pippen来到台湾代言 猛后高唱的嗓音 阿美的歌声充满感染力 今年9月听奥运动会主题曲 也敲定由阿美主唱 听奥主题歌听得见的梦想 阿美不光现唱 还单纲作曲展现音乐造诣 我觉得很好听旋律很棒 可是我听到的是只有词 只有曲那个歌词还没有经过阿美唱 我相信经过阿美的诠释 比我现在所听到那个曲的感觉 一定会再更好 有天后级主唱 也要提高全球曝光度 第一位受邀的国际代言人 锁定篮球名将 4月份Scottie Pippen可以来到台湾 那我想他在台北有非常广大的球迷 在公牛队全胜时期 他的身手是非常迷人的 那他来了以后我们也规划 他会参加很多跟球迷互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漂亮投篮进球 Pippen和Michael Jordan完美搭配 替公牛队拿下NBA六连霸 4月要替台北听澳宣传代言 另外篮球超级巨星姚明 也是可能的受邀人选 听澳运动会代言全市巨星级 主办的台北市政府 借着国际运动盛事 行销首都拉台知名度 中文新闻 黄明君讨望南台北采访不到